我刚刚还在想 我最希望我们七个姐姐成团 我也是 对 我刚刚就说我最期待 就是去玩 我也是 我也是 对 就当我听到 有可能成团的 不是我们七个人的时候 是有点难过的 晴天霹雳 我也是 不是我们七个人吗 不是的 他们是打伞的 打伞 然后看网络投票 现在开始请为我们 七个人投票吧 那你别说别的了 今天投票我来 对 我当时接到 《乘风破浪姐姐》 这个节目的邀约 第一反应就是 非常有魅力 姐姐 这个节目 不管你是写的相差 比我想象当中还要的美好 还要的着迷 有魅力 会上瘾 对 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三个月的时间 跟姐姐们的相处 住在一起睡在一起 就会发现 姐姐们都超级有爱 大家互相关心 我受伤了给我喷药 给我按摩拉筋 问我有没有吃过饭 这些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温暖 感谢天 感谢你 感谢命运 让我们相遇 我觉得好像很习惯他们在我的左右边 非常地有安全感 虽然我也不是那种平时会跟大家聊很多天的那种 但是我会想念大家 对 我很想念你的灯 我的灯是吧 我不是病 不是在医院吗 医院的那种天花板不是很无聊的吗 然后挂了各种东西 然后她过来看我 把她的那个小彩灯 然后彩虹 然后那个转转的那个星球的灯 就直接给我带到病房里面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 我整个手肿在那儿 她就搁在旁边 我就看着天上 就好多星星在那边转 我就觉得 我的妈呀 好温暖 被刺激感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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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要不论这个 你们怎么觉得 好 好 好 我也觉得好温暖 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 大家真的是 很亲近很亲近的朋友的关系 是的 但她那个灯的确 我跟雨琪两个人睡觉 就是这么一起 然后一起 然后她又说这是宇宙 这是银河系 其实林子对朋友 对旁边的人 就是真的是非常真诚 很关心的 很温暖的一个人